大家好,我是去聊西游 你能想象到吗? 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拿的金箍棒 实际上就是一根木头棍制作而成的 金箍棒作为西游记里面最重要的道具之一 道具组自然不敢马虎 于是他们设计出了几种不同材质的金箍棒 以在不同的场景拍摄使用 比如孙悟空在东海初见金箍棒的时候 随着他嘴里说再小一点 金箍棒也随之变小 这就会用到很多尺寸不移的金箍棒 道具组给这个镜头用到的金箍棒有塑料的 有金属的 我们平时看到孙悟空手里拿的金箍棒 事实上是用非洲藤制作的 考虑到这种材质韧性好 不容易折断 重量也没有那么重 经过道具师加工装饰 一根鲁翼金箍棒就出来了 你能想到 这根重达13500斤的金箍棒 实际上就是一根木头棍吗 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 道具组还设计了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金箍棒 是专门用来拍特效的 它的一端是封口的 另一端有个帽 可以像螺丝一样拧下来 金箍棒是空心的 当需要有特技镜头的时候 就可以往里面塞一些烟火材料 比如第15集 《斗法降三怪异》一集中 孙悟空与虎利大仙比赛球语 孙悟空拿着金箍棒朝天上放烟花 就是用的这种铝合金材质的金箍棒 烟火师流理提前把对好的烟花塞进了里面 拍摄的时候就可以呈现这种效果了 《斗法》下讪中